话说康特,你先不要激动,你这一腔下去,就得进去吃大锅饭了,虽然可以包吃包住,但是你的阿祖法怎么办?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又怎么办?他们现在非常的需要你。 还别说,这几天的天气还真的挺好,康特带着阿姨继续赶路了,可能是走得太久了,阿姨的步伐明显是缓慢了许多,而我们的康特则变得更加强大了,一路走,好像从来没有感觉到累,再加上手上还带个武器,那叫一个爽,现在坏人在他眼里都不足为惧了。 康特还告诉阿姨,这片区域我们好像没有来过,我想过去看看,或许会有阿祖法的消息。 阿姨也同意了他的看法,于是亚人拖着疲惫的身躯,继续往山的一边走去了。 这里有一个车,前面一定有人,我们过去看看。 果然,在大树下面有一个游牧民大叔,他正在吃午餐,看到有人过来了,就立马起身。 康特拿着鞋子问大叔,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女人挺着个肚子,还带着个女孩从这里经过? 大叔告诉康特,很久之前,我有在麦田那边看到过,现在好久没有看到过了,也许他们已经没在这边居住了吧,非常抱歉,没能帮上你。 你们走累了吧,快点过来休息会,我这里还有吃的,你们一起吃点吧。 虽然没有得到阿苏法的消息,但是康特还是非常感谢大叔的热情款贷,于是就盘坐了下来。 康特又拿起鞋子,我和我的妻子在很久以前走散了,我们现在正在寻找他们,可是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,我现在非常担心他们。 大叔指了纸扇的一侧,你们往那边去看看,那边有人在地里干活。 你去打听下,也许能给你答案。 告别了大叔,康特又继续赶路了。 还别说,这一边的风景是真的不好,没有一丝生活的气息,但要是能来个烧烤,那就太完美了。 康特一边走一边问,好不容易碰上个活人,但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。 失望的康特只能继续前行了,那里有一个小伙,我们去问问他吧。 走进一看,居然是自己的对头,真是冤家路窄呀。 杰斯好像也发现了康特,二话不说,撒腿就跑。 给我站住,不然我就开枪了,你个傻帽还丢石头,胆子这么大了吗? 可是,杰斯好像一点也不害怕康特,也许是笃定了康特枪里根本没有子弹,是想吓唬他吧。 但是康特,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康特了,经历了那么多,康特已经成熟了许多了,再加上平日里的锻炼,对付你一个小朋友还是戳戳有余的,他一下子就把杰斯制止了。 杰斯请求康特的原谅,自己也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,你要找就找我的同伴去好了,使他想要害你,我是无辜的。 康特告诉杰斯,那天你们把我的车和钱包都抢走了,你知道我往后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凄惨吗? 当时你有想过我的处境吗?你这样的人值得被原谅吗? 现在阿祖法都还没有找到,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?你还是人吗? 说着,就像一枪崩了眼前的这个畜生,好在阿姨一再劝服,康特这才没有酿成大祸。 看来不能用枪,那打人总可以吧,愤怒已经到达了极点,康特忍无可忍,无须再忍。 没有几下就打得杰斯动弹不得,还别说,打人康特还是有一手的。 那我的车你开去哪里了?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 杰斯说我没有偷你的任何东西,都是我的同伴拿走了,不信你自己可以去问。 可是谨慎的康特怎么会相信你的话呢?到现在这个时候了,你还是不老实,你肯定在说谎,于是两人又扭打在了一起。 没过几招,杰斯又处于下风了,狠狠地被康特甩在了地上。 要不是有阿姨的阻挠,杰斯恐怕已经被打得人物狗样了。 趁康特没注意,杰斯拿起木棍就想和康特再来上一个回合。 可是聪明的康特哪里会给他机会啊? 直接跑到一边拿起猎枪就朝杰斯冲了过去。 大哥,你倒是放过我吧?我真的知道错了。 我也不知道车子现在在哪里,是我的同伴开走了,具体去哪里了我也不清楚。 康特刚想给他来个痛快,却被阿姨拦了下来。 要不是看在阿姨的面子上,杰斯早就也恨西北了。 康特告诉阿姨,这位就是阿祖法的前任丈夫,他无情地抛弃了他们母女。 我看到后非常的心疼,就想要给他们幸福。 但是这个家伙始终想要拆散我们,恨不得我们都流离失所。 但在康特的一再追问下,杰斯始终没有给到康特满意的答案, 还趁他们不注意,撒腿就跑远了。 康特指了指远方,不要让我再看到你,下次你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 看来康特是受伤了,阿姨心疼地为康特包扎了伤口, 但是在康特看来,这点小伤已经算不上什么了。 比起阿祖法的遭遇,康特更担心的还是阿祖法。 他告诉阿姨,当初要不是杰斯串通我老娘一起加害于我, 我今天也不会混得这么惨,都是他们的错, 我必须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 阿姨则告诉康特,刚才要不是我阻止你, 你那一枪下去,你还不得进去待上个十天半个月的, 弄不好连小命都不保。 你有没有替阿祖法想过,要是失去了你, 你让他们娘俩怎么活呀? 康特被说得一脸无语,失望地走开了。 阿姨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, 要是自己真的进去了,那阿祖法该有谁来照顾呀? 走了很长的一段路,已经快到家门口了。 是的,这里正是当天和阿姨一起离开的地方,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。 阿姨失望地坐了下来, 看来阿姨是思念自己的女儿了, 都过去那么多天了, 也没有自己女儿的消息, 伤心和绝望瞬间涌上了心头。 一个失去了女儿, 一个失去了妻子, 你俩真的算是倒霉透顶啊。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? 生活还是得继续的, 康特一如既往地升起了火堆, 在微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, 预示着新的生活即将如愿而至,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吧。